大家好,我是超Z 今天英雄人们手游俄罗斯官方推特 不小心提前放了2.3C的公告预览 所以我想跟大家简单分享我对这个预览的看法 然后明天再跟大家分享完整版的公告内容 那么我们先说削弱的部分 这次伊弗林又再次惨召官方的削弱了 那么也好奇了去查看之前的版本公告 发现伊弗林分别在2.2B、2.2C和2.3A版本中都被削弱了 在如此频繁的削弱状态之下 我觉得目前的伊弗林其实已经不行了 无论是在排位或者是匹配都很久没有看过他的身影 虽然我们还不清楚这次又会削弱什么 但是我还是希望官方能放过伊弗林的玩家吧 接着我想说的是阿木木 阿木木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偏下水道的英雄 虽然他在团战方面的能力非常强大 可是阿木木的缺点其实也很多 比如他的刷野速度非常的慢 而且前期他也很容易被敌人反野 所以这次的削弱对阿木木玩家来说 应该算是非常重大的打击吧 之后我们来看看加强的部分 雷奥娜在近期都被官方平凡的加强 我相信这点大家应该都肉眼可见吧 和伊弗林之间都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 那么我也好奇了去查看版本公告后 发现雷奥娜在2.2A 2.2B和2.3A版本中都被加强过 可是我觉得雷奥娜的出场率还是偏低 比较主流的辅助英雄依然还是牛头以及布隆 所以我觉得官方是有意提升雷奥娜的出场率的 因此才会平凡加强雷奥娜的强度 然后是装备的改动 目前我觉得防甲被削弱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我觉得防甲这个装备其实还蛮厉害的 可是又说不上来防甲到底哪里厉害 所以大家觉得这次防甲削弱是什么原因呢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来讨论 最后就是有关皮肤的部分 目前已经确定会推出战斗学院的皮肤 而这次战斗学院皮肤中会有 伊泽瑞尔 卡特莲娜 拉克斯 和葛雷夫 那么大家又比较喜欢哪一款皮肤呢 也可以在这期影片底下留言哦 那么以上就是我对这次版本预告的心得分享 等明天推出完整版公告内容才跟大家分享吧 如果你们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三连吧 我是超Z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